看来伊朗空军的换装需求是十分紧迫的 我们来看看它的选择又有哪些 2015年8月4号 据以色列网站报道称 伊朗欲购买150架中国歼10战机 尽管只有寥寥数语 很快引发大面积关注 报道称 伊朗正在进行一个价值200亿美元的战斗机计划 该计划包括采购和联合生产 150架现代化战斗机的合同 据了解 在伊朗被国际社会禁运制裁期间 伊朗空军几乎没有更新过战斗机机群 已经难以为继 对伊朗而言 面对以色列和美国强大的空中打击压力 防空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首要现实需求 所以采购各种型号的防空系统和战斗机 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达成采购协议的项目之一 据检释防务网站透露 目前中国的坚实战斗机已经参与竞标 巴黎方面则愿意提供该国空军的二手幻影2000战斗机 此外 俄罗斯也不甘落后 莫斯科据说也已经开始表示 愿意提供米格或苏霍伊飞机 但伊朗媒体认为 中国或许已经赢得了最终合同 伊朗将出售 北阿扎德干油田二期项目 和亚达瓦兰油田三期项目的全部邮寄资源 以换取中国首批坚实战斗机 外国媒体称伊朗之所以选择中国武器和中国制造 一方面是中国制造的质量优良价格适中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伊朗遭受西方制裁时主持公道 伊朗并没有忘记这一点 那宋老师现在外媒说伊朗现在选项有很多 可以选中国的飞机俄罗斯的飞机甚至法国也参与其中 那您觉得对于伊朗来说 哪个国家的飞机会更具有竞争力呢 我觉得看哪个国家首先在政治上能够更友好一些 武器装备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 它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商品 比如我把武器装备卖给你 过两天咱俩翻脸了 你的武器装备谁来给你进行维护保养 所以你那飞机可能成了一堆的废铁 所以你必须选一个你看好的 咱们俩长期会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这样一个国家 你看俄罗斯 俄罗斯跟伊朗之间长期以来是有友好关系 但是俄罗斯之前答应卖给伊朗的S300导弹 因为其他原因 俄罗斯终止卖给他 中间有一段小插曲 现在俄罗斯又说我恢复给你卖S300导弹 那么伊朗会怎么想 说是不是你卖我飞机过两天 你又说不卖了 我这急需这种硬通货的时候 你不给我 我倒是怎么解决战斗力的问题 所以他会考虑 法国就很明显 法国现在有一个很不光彩的一个例子 就是他跟俄罗斯之间的西北风机两栖攻击舰的问题 你看乌克兰的一季爆发之后 美国就给法国说 不能给俄罗斯提供两栖攻击舰 他就停止了给俄罗斯供应两栖攻击舰 那么法国的战绩不错 你像他的二手的幻影两千 包括他的阵风战绩都挺好 但是是不是又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如果美国说不行 是不是我买的飞机我都不能 而且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 就是在1982年的英安马岛战争期间 当时阿根廷跟英国打的是不可开交 理论上来讲的话 你法国作为给阿根廷提供武器装备的国家 你这个时候反而应该加大给阿根廷提供武器装备 结果美国英国在这个地方一做工作 不能卖导弹不能卖飞机 结果飞鱼导弹不能卖给阿根廷 阿根廷用为数不多的几枚导弹 把英国的几艘船给送到了海底 如果他能够放开敞开的去卖这个飞鱼导弹的话 我相信马岛战争的结局也许是另外一种场景 所以这说明什么 政治上不靠谱 我如果买他的东西可能就会受质于人 这是一点 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的武器装备未必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在政治上是最可靠的 而且我们像某一个国家 当然这个国家必须是跟中国是友好的关系 我们不光是会卖飞机 甚至我们会把我们的生产线转让给你 你看巴基斯坦跟中国好吧 巴铁 我们把骁龙战机的生产线直接放到他国内 自己生产 无非就是像国外销售的时候 如果能挣钱 大家分这个钱 这实际上才是生意 而且在政治上大家又是个伙伴关系 有什么不好 所以我觉得伊朗他会把技术看在政治之下